大家好,今天要討論的是關於F10的動力的部分 我們知道F10不管是四缸也好、六缸也罷 都是採用缸內直噴渦輪增壓的系統 我們都知道這種所謂的電子噴射 它的油箱裡面有一個內層的汽油幫補 而那個汽油幫補早期如果不是高壓的話 就直接把油箱內的低壓 大概3.5到5bar的一個油直接打到引擎的這一個油軌裡面 然後呢,缸外噴射 但是呢,我們知道到F10代的時候已經變成缸內噴射 那缸內噴射的話需要高達大概200bar以上的一個高壓 才能夠做在這個沒有進氣、進過氣門、涡流 才能夠有足夠的物化 就必須要用這種所謂高壓的噴嘴 才能夠足夠的瞬間的做物化 那這個200多bar呢,顯然跟5bar、3.5bar差別是很大的 所以呢,缸內噴射系統一定是一樣 原來的3.5到5bar 打到引擎這一端之後呢 再透過引擎有一個高壓幫補 這個高壓幫補是機械帶動的 一個兔潤軸去頂,頂活塞 頂了之後呢,它創造一個200bar以上的一個高壓 那再透過呢,油軌上有一個壓力Sensor 來做它一個壓力的穩定 那我們也知道呢,因為汽油是一個幾乎沒有潤滑的 它都做清洗劑來使用了嘛 所以呢,不管活塞也好,齒輪也好 好,裡面的這一種加壓系統 其實相對於打機油來講呢 它是容易耗損的 所以在早期N54引擎啊 這一個汽油幫補呢 召回啊,然後呢,故障頻傳啊 這些災難呢,其實在N55呢 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 但是呢,如果說你到了一個年紀 或者運氣不好的話呢 其實高壓幫補還是有損壞的可能性 好,那今天不管你的高壓幫補 是不是已經出現故障的徵兆 這個徵兆包括呢 可能會有間歇的不點火、不噴油 這個不噴油就來自於 當燃燒不完整的時候呢 可能是來自於壓力不夠 這個時候呢,電腦會鎖住 不點火 所以呢,也會有間歇性的 類似以前的灑它灑它的現象 那或者再嚴重一點呢 會直接亮燈或出現故障嘛 好,那今天要示範這一台呢 這一台11年的535 雖然說呢,它並沒有故障的症狀 但是呢,已經跑超過10萬公里 我們為求保險起見呢 做一次預防性的更換 來,我們來操作如何更換這個 F10 535 N55的高壓幫補 好,在做拆裝之前呢 先把這個電瓶裝頭移除 這個動作不要忽略掉 再炒住 這個主要是中心的 把腥貼磨 然後把腥貼磨 掃蟹 而且可以把腥貼磨 放入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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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鱛 放入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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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這個呢已經是之前改裝的這種硬管 跟原廠是不一樣的 接下來再把這個電子結器把它拆除 一共四顆螺絲長的 把它拆掉之後呢 其實進氣氣管底下的東西呢 比較容易夠得著 好 第四顆螺絲在底下 這不太容易弄到十號的 接場 下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電子結器閥下面還有一個氣管 把它拉除 壓一下 然後呢應該還會有一個接頭但是沒有染線 這是電子結器閥 所以只會有電子的接頭 還在這裡 插頭移除之後呢 這電子結器閥就拆下來了 非常的乾淨 不愧是龐老師的車子 拆下來之後呢可以大概看一下 這個高邦谷又更清楚了 那個亮亮的位置 然後呢 這個右側呢 上面一排插頭 那個是DM1 就是N5的引擎控制電腦 然後接著呢 就把上面的這一排 11號的螺絲拆除 進氣氣管才可以整個拆掉 拆到這邊已經很清楚了 整個進氣氣管 你看這11號的螺絲 1234567 已經都很清楚了 把線排開 然後一些真空管拉掉的話 11號螺絲拆完之後 應該整個就可以提起來了 可以把線排開 所以要等一下 我的手機 要放在這裡 用力點 把線排開 用力點 行動 就可以了 有些木材 切成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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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六個螺絲都拆掉了 就慢慢的把它往上提 然後看了有沒有什麼有乾涉到的部分 像有一些塑膠扣 在移植的移植拉起來的時候才不會有很多障礙 慢慢的往上 拉到這邊之後 其實因為這個後側有個DMV電腦在那邊 所以插頭如果可以不要拆的話 翻開我們只要方便能夠拆高阿邦就好了 打開這邊之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DMV電腦在這裡 然後啟動馬達在這裡 看起來位置起來是很近的 那啟動馬達上面是有鎮電的大電源 這是為什麼一定要拆裝這東西的時候 把電瓶裝頭移掉 要不然這個地方短路的話可不得了 好 這樣已經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高壓幫補了 來 我們看到這個高壓幫補 它前側 前側直接跟真空幫補是同軸的 讓它驅動 驅動之後呢 一個高壓的油 從這上方打出去 然後呢 打到高壓油軌 那高壓油軌呢 後方有一個感應器 那整個軌道裡面壓力是均等的 所以油那個感應器呢 送到電腦 讓電腦去了解說目前的高壓幫補的壓力是多少 那高壓幫補上面當然也有調壓閥 包括後面的訊號以及電源等等 好 看起來呢 這個進氣氣管拔掉之後呢 這個高壓幫補應該幾顆螺絲就可以拆掉了 反而是拆裝氣管這個部分比較費工 好 這個高壓輸出端 這個地方呢把它轉開來 所以你要做這個動作 最好是車子放久一點 最好隔夜 讓它呢 壓力能夠緩緩下降 然後呢 溫度能夠下降 所以隔夜現在引擎完全是冷 來拆一次比較好 好 來 轉開來 這17號 我們看會不會有壓力跑出來 好 來 把它轉開來 把它轉開來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如果不是因為有放隔夜 這地方壓力會很大 這地方壓力會很大 好 這就上面那個輸出端 拆掉之後呢 這整支油管 好 上面連接到油軌 連接到這個油軌 整支拆起來 好 特別小心 這個時候呢 其實進氣道都已經是露出來的 千萬不要有東西掉進去 那如果怕的話呢 最好拿一些這個 軟布啊 或衛生紙啊 把它擋住 一下這個線盤 先把它拆開來 後來 待會這個高壓棒譜拆下來的時候呢 可能沒有退後的空間 好 底下兩顆 E12的這一個 新型螺絲把它拆除 好 拆除之後呢 整個空間就出來了 這個E12螺絲 好 包括底下這一個低壓的油管 就看得很清楚了 好 做到這邊 我們包括高壓幫補的上高壓油管 和下呢 低壓的油管 以及呢 這個排線組 都已經拆開來了 還有呢 高壓幫補上面的一個 電源的插頭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剩下三顆 三顆呢 內心型螺絲 拆完之後呢 就可以退出來 就會看到前面那一個 透過正空幫補 驅動高壓幫補的那個軸心了 來 最後一步了 好 這螺絲是用T30的內心型 好 上面這支很好拆 底下兩根的話 你可能要接床從下方伸進去 好 我們試試看 底下那一顆要用T30 短的慢慢把它轉開 轉開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 誒 整個呢 已經開了 已經開了 好 高幫補呢 跟這個底已經分開來了 好 來 慢慢把它轉開來 好 這個從後面 慢慢的旋 其實不是非常的緊 主要是那個第一下 你要把它轉開來之後呢 後面就輕鬆了 直接用手 這樣就要用手 或者你用萬象接竿的話呢 也許工作上會方便一點 好 看你的 看你現場的有什麼工具 好 這個T30的第二支 好 第三支呢 在那個底下 好 所以這高幫補 終於拆下來之後呢 我們發現其實 整個過程 最難弄的 好 就是下面這顆螺絲 好 下面這顆心型螺絲 因為角度的問題 你太長的這一個板手的話 又會擋到block 所以這個要慢慢有耐心 用短的T30把它轉開來 好 終於拆下來了 好 這個地方呢 就是 驅動的 驅動的 來 我們去把新的拿過來做比較 好 這個新舊基本上一定是一模一樣 只要你料是叫對的話 一般這個零件呢 有時候會分為比如說歐歸美歸啊 或年份型號等等的 所以在訂這種重要料件 像這一顆兩萬多塊 最好是把車身號碼也給它 好 才不會訂錯 你看 所以我們訂來的 下面這個是新的 上面這個是舊的 好 看起來顯然 好 一模一樣是沒有問題的 好 其實高拉邦普 並不是什麼很複雜的東西 它就是呢 機械的部分 一進一出的油管 然後前方呢 直接驅動 好 然後呢 驅動側跟這個block的接點 有一個這一個歐環 好 一樣靠回去就好了 待你要撞進去之前呢 這個要轉到剛好對前面的位置 好 來 我們開始裝 好 這是拆完之後的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低壓的油管頭還在那裡 然後呢 前方這邊就是驅動側 好 來 把新的裝上來 好 我們合一下位置 就是那個驅動的那個 你再轉一下 一定要靠緊 好 剛好靠進去表示呢 它有驅動到 這個時候呢 把螺絲含住 我剛才講 下面那顆最難弄喔 那我們只要定位的話呢 先把上面的含上 但是千萬不要先鎖緊喔 不要完全鎖緊喔 先把它含上 你如果鎖緊喔 其他兩顆喔 有時候洞很難對 會很難鎖 好 最後一顆了 啊哈 好 三個螺絲鎖好之後呢 低壓的油管和高壓的油管 各十七號的 好 管頭把它鎖緊 好 油管鎖好之後呢 這個高壓幫補後面那個插頭 要給它插上 插上之後呢 後面那個線盤 好 這個線盤 底下那個支撐架呢 把它鎖緊之後呢 線盤歸位 線 整理一下 最後檢查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氣管鎖回去了 好 一樣動作要慢 確定一下 確定一下 這個進行啟管呢 正每一管 這邊有個橡膠墊片 特別注意到 這個地方不要戳到 戳到那個螺絲 要確定呢 這個墊片是在正確的位置 不要夾到 有些人會沒有 有些人會不會有秘密 沿出那麼多的 這餐延長 一般的調味 我們要先f 平衡 這個地方 很好的 這個地方 相當在 我要 這個地方 你還不是 好 就另一位了 確定一下呢 確定都龜位沒有夾到呢 才能鎖緊螺絲 這要特別小心 好 進氣氣管鎖好 1234567 7跟11號 鎖好之後呢 接著就把這一個 電子結氣法鎖上 下方的氣管先套上之後 四根 10號螺絲 好 氣管 然後電子插頭 1-4根 1個 2個 炒子 2個 3個 5個 翅膀 1個 1個 2個 2個 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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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個 接氣閥 然後呢進氣管都鎖好 然後呢這一些真空管該扣上之後呢 最後再檢查一次 確定的都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進氣濾心盒把它裝上去 就接近完工了 進氣管上的壓力開關 還有呢進氣氣管上壓力開關 這兩個不要忘了裝 20幾次 可燥 20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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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次 20次 带一些小红菜 放入沥辣椒 一起切割 把油放入 大火 加小红菜 盐 tout会影片 这样放入 好,但先把電瓶裝頭裝回去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試著發動 希望能夠順利 但是呢,因為油管有拆掉 所以呢,剛發動的時候 應該要有一段油壓建立的時間 所以應該會慢一點 我們試試看 好,再一次 好,再一次 好,應該還在做慢慢的調節 好,應該還在做慢慢的調節 好,上上下下的,讓它跑一下 好,再一次 一次比一次穩定下來了 好,現在穩定下來之後呢 就讓它怠速跑一下 我們再接整段電腦看看狀況如何 好,今天這一段施工的影片呢 希望大家看的會開心 那有一些東西呢 其實不是說一定要故障的才更換 當然如果說隨著車的年紀大了 你覺得說不是一個主要的故障 你可以選擇呢,事後再修理 但是呢,如果說呢 在行有餘力呢 你希望讓車隨時保在巔峰狀態的話 尤其像這一種高效能的 缸內直噴渦輪增壓引擎 你能4000更換的呢 其實當然是最好 像這一部呢 龐大老師的F10 535 這麼長一段時間 從去年的8月 買到現在大概10個多月 從呢,這一個4個避震器 全部更換成被濕燈的B8 當然原本的其實也沒壞啦 只是搭配呢,絕對不是很好 然後呢,更換了4條19吋的全新S001的輪胎 那麼,後差速器的厚吊兒鐵套 然後呢,大概在四五個月前呢 這一個冷氣的散熱片 引擎式的散熱片呢 那個也是F10的通病 也把它更換掉了 那冷氣的冷煤呢 也做了一次所謂的冷凍油打出來過濾 再更換的一個過程 好,那麼在近兩個月前呢 還做了一次也是算是預防性的處理 就是它的VANOS的齒盤 那個螺絲呢,把它做更換 那當然拆開之後 搖壁式電片呢,也全部更新過 那大家也記得之前有提過說 車子剛買來的時候呢 在重油門啊 會出現呢,所謂的傳動系統的保護 那就是我們講奧骨電 就是那個渦輪增壓器的控制的那個閥門呢 是不好的 把它更換掉呢,也就OK了 後來裝了JB4 動力非常非常的好 好,那在今天呢 就做了這一項最新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所謂的預防性的處理 就是把高壓幫鼓給更換掉 那其實呢,當然功能本來就是正常的 可是更換之後呢 我可以發現到引擎的聲音呢 比以前又更安靜了 也就之前呢 可能有微微傳來一些高壓幫鼓做動的聲音呢 現在也完全沒有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包括F10的一些通病處理 包括我買來這台F10呢 做了哪些故障排除 做了哪些預防性的零件更換 給您做參考 希望你會喜歡 我是龐德 下次見